241 戴公報 中商聯涉嫌違規減遲租調查 2015年7月18日要問A10 戴公報信 中國人受減遲風波過後 又有上市公司頂方作看 《進勸業600-821》昨晚公告稱 公司股東中商聯於近日收到中國證監會的調查通知書 涉嫌違規減遲被立刊調查 《進勸業》週五漲停 報8.35元 人民幣 夏同 據《進勸業》此前披露 中商聯於7月2日至6日期間 通過大中交易方式累計減遲公司股份1500萬股 佔公司總股本300 成交均價為每股7.72元 累計套現1.158億元 減遲後中商聯持股比例降至400 此外 中商聯還表示不排除在未來十二個月內 繼續減遲其持有的《進勸業股份》的可能 上交所認為 中商聯在減遲《進勸業股份》比例 達到其已發行股份的百分之五時 未按照相關法律及時停止買出並履行權益變動披露義務 且值至超比例減遲得百分之七點六五時才 進行公告 以屬為規行為 你 Sherlock Dawn 通常行公開 運作法萬手模館 自身亡屬生于心博比例 交出品 新 Sales 決定 ro